星耀东方 传奇将至 CLL东方赛区战队巡礼第一期 我们为你介绍 2019CLL洛杉矶全球总决赛四强 拥有猪王将弩王的日本超人气战队 FAV Gaming 作为CLL起航之初就成立的老牌战队 FAV的头三个赛季可谓命运多舛 2018春季赛 常规赛6胜5负的FAV 在外卡赛中不敌PONOS 无缘季后赛 2018秋季赛 一路飘红的FAV 打出了9胜5负的常规赛战绩 排名日本分区第二 亚洲赛区第四 但因为只有日本第一PONOS 可以直通季后赛 只能参赛外卡赛的FAV 又是进吞两败 隐恨出局 2019赛季 FAV牵下了Jack和Kadashian两位新人 战队也经历了痛苦的磨合期 最终以5胜6负历史最差成绩 第三次无缘季后赛 但一季之后 等到Jack适应完毕的FAV 就此起飞 7胜3负首次杀进季后赛后 又一路临风多只豪门挺进决赛 虽最终不敌OGN 但拿到了洛杉矶全球总决赛的门票 LA之战 FAV依靠Jack在种子队预选赛的超神表演 提前晋级四强 但在半决赛中被WEDGM狙击 以全球四强的身份迎接2020 东方赛区成立后 FAV本着不变应万变的理念 完整保留了2019秋季赛 全球四强的阵容班底 Consumacy Danny是四朝元老 Jack和Kadashian也以效力两计 FAV还在东方猪强的围追堵截之下 抢下了韩国沙神ExpoMaster 阵容后赌和单打实力得到质的飞跃 猪王加弩王加亚洲最强双打之一的双K组合 全新的东方赛区特别赛季 FAV要干一票大的 来认识一下FAV的战士们吧 Jack 2.6费快珠卡组的代言人 因为TNT的疯狂表现 俘获了大批拥躬 2019年出山打职业后 先用一个赛季的时间 适应了职业的节奏 在2019秋季赛作为FAV主力单打手后 Jack贡献了现象级的发挥 EV胜率接近六成 季后赛连续凌峰Benzor和ExpoMaster 洛杉矶全球总结赛 种子队预选赛 更是单枪匹马率队突围 全新的2020特别赛季 Jack已经迫不及待 要让整个东方 见识他的犀利操作 作为一名酒精沙场的老将 Consumishi早在2017亚洲黄冠杯 就以名震东方 其招牌的石头人卡组 和优雅的赛场风度 都让人过目不忘 CLL起航后 Consumishi作为FAB元老之一 已在队中效力四个赛季 是FAB迈向辉煌的奠基之人 也是全队的精神领袖 如今 Consumishi已逐步从单打手转型2V2 上赛季搭档Kidashian 打出12升2v的超强2V2水平 新赛季 Consumishi将继续扮演FAB 定海神针的角色 Kidashian Consumishi的黄金搭档 两人组成了令亚洲 闻风丧胆的双K组合 与2019春季赛正式入队 几乎不出人单打位的Kidashian 偶尔也会在KOH车轮战中 露出争容 新赛季 Consumishi将继续做为一块 完美的冠军拼图 为FAB披荆斩棘 Danny 另一位FAB的元老级人物 四个赛季 跟随战队一起走过风风雨雨 职业生涯早期的Danny 也是一位在1V1上 催城拔寨的狠角色 2018秋季赛 1V1小局 狂轰18胜8负 近七成的胜率 位列全亚洲赛区第三 虽然在Jack入队后 逐渐让出了主力单打位 但一旦战队需要自己挺身而出 Danny 绝对义不容辞 Expo Master FAB修赛期唯一一笔 也是最重要的一笔影员 作为韩国CR的一面旗帜 联弩大师 早在CCGS时代 就以韩国冠军的身份 出征伦敦 四个CLL职业赛季 Expo Master 有三个赛季的1V1胜率 都跻身赛区前五 2018秋季赛 更单核率领Timing夺冠 并在东京全球总决赛上 淘汰强大的Tim Crystal挺进四强 个人实力毋庸置疑的他 一直是孤单英雄的代表人物 他的加入 必将让FAB如虎添翼 四个赛季亚洲赛区的征程 FAB直到最后一季 才迎来自己的完全体形态 立马就拿下亚洲第二 世界前四好成绩 2020赛季 在天降Expo Master这元神兵之后 FAB可以说彻底进化到了究极体 拥有和其他任意一支CLL强队 搬手腕的底气 横向对比东风赛区朱强 拥有两位亚洲一流单打手的FAB 在EV1和KOH的对局中 必将底气十足 而默契无间的双K组合 也有信心叫板联盟任何一队黄金搭档 再加上FAB保留了整个班底 只是技插技用士空降了Expo Master 应该不存在太多磨合的问题 第一场比赛就可以火力全开 向来创造力十足的日本选手 总会在赛场上给我们带来各种惊喜 全新的特别赛季 这支野性十足的FAB 会继续给我们带来震撼的视听盛宴吗 4月4日 CLL东方赛区特别赛季 拉开战目 我们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